会光法师,世间一切都不是自己的,唯有福报才是自己的。 日前看到一则新闻,有关在2004年浙江商界巨子王军瑶英年早逝, 其期写19亿存款改嫁王军瑶生前的司机。 司机幸福地感慨道, 以前,我以为自己是在为老板打工,现在我才明白是老板一直在为我打工。 这段报道,让我想起佛教的一则典故。 印度波斯逆王有一个女儿名叫尚光, 常得聪明伶俐,容貌端正,不但甚得父母宠爱, 而且宫里上下,无不爱静。 波斯逆王认为尚光公主之所以受人爱静, 又过祝荣华富贵的生活,完全是受她的必因所得。 但是,平时信奉佛法,深知善恶夜报, 自作自受之礼的尚光公主却回答父王说, 我今生所拥有的一切, 是因为我过去世的业力所积聚而来, 并不是靠父王您的必因, 也不是他力所致。 波斯逆王文言,非常的生气, 于是命令大臣到城里找来一个年轻的乞丐, 把尚光公主嫁给他, 想要以此证明公主是否自有福报。 尚光对此毫无怨言, 还是坚决地说, 我自有我的福报, 于是和丈夫相邪离开王宫, 回到丈夫的老家。 丈夫原位舍未成大富长者之子, 因为父母相继过世, 无所依护, 才沦落以乞讨度日。 尚光和丈夫回到家园, 只献房子早已毁坏, 只剩下一处空地。 然而当尚光与丈夫绕住空地而行的时候, 只献他走过的地方, 地表自动陷落, 涌出无数珍宝。 尚光就用这些珍宝盖了一座庄严的宫殿, 并且拥有无数的壁仆随从。 有一天, 波斯逆王忽然想起了女儿, 不知道她目前的生活情况如何。 侍从回答道, 尚光公主现在所拥有的宫殿及财富, 都不下于大王您呢。 波斯逆王这时终于相信, 佛所说的业力不可思议, 所谓善恶夜暴, 自作自受, 成不虚言。 地方实在是未经过的并不是 claiming, 这是千古wide宫做故事嗎? 最终于理捕拥有事实。 哪 fartует显虎是32 Siswolem, 他们旁边的养以财富倒 Freddie同村获 Ladr Tl, connais惜噁勻 customers的事物。 谁让人在一起ğa独断让从家来并何如梦下巴士肻 allons贼那些yy nichts przede los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